紅線24小時都不能停車 你考過駕照應該要知道 對不對 他車是你開的嗎 只要叼我是不是 我沒有叼你 你紅線你叼你什麼 因為我的 被就在這邊 等一下在那裡 要不要 不要 不要講話 你講什麼 你剛剛講什麼 你講什麼 維庭紅線還並排停車 這名男子下車竟然還敢大小聲 當場被壓制在地 拍下 你射銜法外公務 不要動 跪 離開 偷離開 等一下 我要看 你剛剛講什麼 你剛剛講什麼 他剛剛講什麼 我們到處要錄影錄影 有人試圖幫忙 都被園警大聲喝止 事發在高雄市六合路上 深夜11點多 原來車上總共四個人 進園警只有兩人 才敢大膽叮嘴 他從開始嗆警 然後被我們壓制以後 他就喊對不起 腳在痛 不服取締的還有這件 凌晨3點多 這輛百萬休旅車 開進加油站 兩部警車上前包夾 一查車牌 發現早就被監禮戰註銷 連駕駛身上都有濃濃酒味 但他不但拒絕酒測 還大小聲 駕駛打電話找有人助陣 最後被開了一張9萬 據測罰單 車牌被吊銷的休旅車 也直接被扣押 根據了解 百萬休旅車 因為與其未驗車 才被吊銷牌照 駕駛不是車主 但急著到車上拿東西 是否有違禁品 還要調查 解神聖意高雄報導 好 好